其实这个出口企业 这个出口贸易 这个金额大幅下跌 跌18% 那但是同一个时期 就是今天二月份嘛 我们也看到人民币的 这个跌幅也是蛮大的 那我觉得这两者是有关系的 有巧合吗 那不是巧合 是有一定的关系 关联 应该这么说嘛 这在过去 因为人民币的这个利率比较高 美元的利率比较低 那而且人民币大家都看好 认为它只升不跌嘛 结果就出现了一些情况 那这情况是这样 有些人就好像你在香港 香港如果你有点钱 那这些银行的经理 他就会来告诉你说 如果你有100万美元 那你就放在这边当地 那我借银行就会借900万美元给你 那你就有1000万美元了 那把这1000万美元就赚 换成人民币 那你就可以赚这个利息的这个差 因为人民币的利率比较高嘛 而且你还可以赚这个人民币升值嘛 所以很多人觉得不错嘛 另外一些呢 是在国内内地呢 这个有一些企业嘛 企业它做胜利 它要融资 它要借钱 它那边借人民币利率太高 那不如是借美元 所以它就设法到海外去借了别借美元 它借了美元之后 它再把这个美元呢 转换成人民币 但是问题是 每个人都想把美元转换成人民币 但是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的嘛 那怎么去转换 怎么去啊 所以这个转换的这个过程呢 就有一些就是弄虚做假了 那特别是这个贸易 提一个例子 如果你想出口一些东西 这个东西值了一个亿了 那你曝光的时候 你说这个东西资两个亿嘛 那对于海关来讲 那也没办法去衡量你这个货物 到底资多少个钱嘛 那你说两个亿不两个亿嘛 那既然说资两个亿 那你就民政言顺呢 那从海外呢就会进了两个亿进来了嘛 因为你说你卖东西卖了两个亿 不是会两个亿进来咯 所以就是这样子呢 就有一些美元呢 就通过这些不法的这个途径 贸易的方式 就进了中国内地 那就造成了一个问题就是过去 因为这种情况相当普及 所以就是过去中国的这些 所谓出口贸易呢 是有水分的 所以现在呢 这个贸易出口这个金额大跌 所以实际上不是真的大跌 可是以前是假的数字 现在是比较真的 其实也就是说 其实现在就是它的水分 以前被榨干了 对吧 那我们看到就是像您说的呢 其实它之前呢 对这个出口企业它是有利的 那么现在来说的话呢 它现在一路是跌的嘛 那么对于这些出口企业来说 对它们的影响是什么呢 除了这个水分配价 当然这个 任何的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 它如果它的货价是往下跌 是比较低的 它一定可以刺激出口嘛 那不过我就不知道 这一次人民币会加的这个下跌 是一种短期现象还是比较长期现象 如果只是短期现象 只是国家想在短期内呢 把这些古古怪怪的东西呢 给消灭掉 那可能是一个短期现象嘛 但是如果国家认为 那我就长期让人民币 这个可升舍跌 那可升舍跌呢 就可能的确会有一段 比较长时间的下跌 那当然就对出口有利了 那其实如果人民币 它要是单边的往下走 单边的往下跌的话 其实对出口企业来讲的话 或者是对贸易来讲的话 有什么样的一些影响呢 如果这个人民币的这个汇率 能够维持一个相当时间的 这个往下跌 那肯定是对贸易有利 对整个经济都有利 都是有利的 就好像我们看看日本 日本自从这个 两年前开始把这个货币贬值之后 整个日本经济就复活了嘛 所以这个日本的这个竞争力 就提高了 那这个是单边下跌 如果说它单边一直升值的话 又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单边一直升值呢 就是变成这个企业呢 要不断的提升这个生产力 来竞争嘛 因为成本就越来越高嘛 所以就不断的要提升这个生产力 直到这个成本提高的同时 还能够有利可多嘛 所以这方面来看的话 对这个贸易 对经济来讲的话 可能是一件好事 不过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的话 比如说我们出境旅游 出境消费的话 是不是影响就比较 老百姓如果人民币贬值 那如果以香港人来说 人民币贬值 自由行的人少了是不是 没有到内地去消费 消费就更划算一些 但是内地的旅客来香港呢 会少了 因为他的这个贸易贬值 他买东西就买少了一点 所以要看看是香港人去消费 还是内地人到香港消费 那您看 对于这种大宗的商品期货来说的话 其实人民币的不断贬值 也会让这些大宗期货的商品 这个价格往下跌的 那您觉得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那就要看这个杠杆化的程度有多大 就好像刚才这个一开始的时候 就有报导 所以最近有一些商品 这个取卧价格大跌 那这个肯定也是因为 那有人借了美元 再把这个美元换成这个铜啊 什么的这些其他的这个商品 然后再把这些商品拿来抵押 又再拿回美元 再机器再一路滚下去 那会不会有违约的风险出现 那有一定会有 因为人民币突然的这个贬值 使到他们这个要复还的这个美元 的成本提高了嘛 那提高了他还不起 他不是伟业的咯 那近期也看到一些企业就出现了 就是还利息还不上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这会不会成为一个多米诺骨牌 会给中国的一些其他的企业来讲的话 会不会投资者带来一些这样的一个 一个不好的影响 或者有什么办法可以去避免 不可能避免的 事实上这也是国家 我相信是国家有意这么做的 因为中国在过去这几年的这个 企业界民间这个资金的这个应用 杠杆化的程度很高 那中国这个人民币要走向自由化 那必须先把这些 股股怪怪的东西 干杆化的东西尽可能消灭掉先 所以我也相信 这是国家本身在安排的 这是您觉得的 因为国家到现在 国家当然不会公开讲 国家不是公开说 国家当然不会公开讲 所以我 我就要把里面这些人感尽杀截 但是我们可以看得到 的确切切有这种迹象 就是国家想趁这个机会 这个整理一下 整个金融市场 让这个金融市场更加干净一点 规范更加繁荣一些 规范化